第五章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五章 事实上 每位大师祭是由人间所选拔 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 为奉献公物和牺牲 以赎罪过 好能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为弱点所糾纤 因此他怎样为人民奉献属罪制 也当怎样为自己奉献 谁也不得自己善取者尊位 以英蒙天主照选 有如鸭狼一样 照样 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师祭的光荣 而是向他说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的哪位光荣了他 他又如在另一处说 你照麦基斯德的品位 永造施祭 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 以大声哀号和眼泪 向哪能够他脱离死亡的天主 献上了祈祷和恳求 就因他的乾敬而获得了苦运 他虽然是天主子 却由所受的苦难 学习要服从 且在达到完成之后 为一切服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 谁蒙天主宣称为按照麦基斯德品位的大师祭 关于这事 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 但是难以说明 因为你们听不入耳 按时间说 你们本应做导师鸟 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来教导你们天主道理的初级教材 并且成了必须吃奶 而不能吃硬食的人 凡吃奶的 因为还是个婴孩 还不能了解正义的道理 唯独成年人才能吃硬食 因为他们的功能因着练习获得了熟练 能以分辨善恶 可以帮助障害地够耳ets士 alle难以为您拥演 接下来休息 теп...... 接下来终原您即使穿面相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